哈喽大家好 南京人早上都在吃面 什么小组面啦 老露面 大肉面 再到干跳干班 只要客温好 一到饭点了 屋子里面全是人 今天这个高油面馆呢 就位于明瓦廊箱子的杯面 门链非常小 不好找 店里面位置一公才六个 但是因为剩一会 老板在门口 只好又放了十几个粥子半斤 排队点了 清教干子干班 十一块钱 又架了柿子头 喝一碗鱼烫 塔家的面条 是机器面 面形是细细扁扁的 但是呢又很弹 教头的条文 突出了胡椒 葱和清教的味道 一种口线是有点味拉 然后呢 淡淡的回甜 吃完一喝口呛 也会保留一点 味麻味拉的感觉 唯一的缺点 我觉得面条干了 容易再黏在一起 吃一般把我给噎刀了 饭量呢 女生应该正好 男生有点不够 我看有好几个店面的男生 后来又价钱 价了一分年 塔家里的势子头呢 一看就是手工做的 瘦肉很豆 面粉的口感不总 跟家里面做的差不多 肉吃豆豆的 鱼烫呢 是三块钱一碗 眼色微味黄 除了冲啊 眼啊 没得什么乱七八糟的 一喝味道就对 为什么呢 因为狗妈这家 熬鱼鱼他们一个玩儿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咯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转发 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